捧过张博之 撕过周星驰 救过梅艳芳 封杀过陈晓东 要论娱乐圈的大姐大 陈兰称第二 于哥觉得没人敢称第一 凶巴巴的长相 无惧任何场合 彪悍的一生充满了各种传奇 六岁时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浑身插满管子 躺在床上下不了地 可即使这样 幸运之神对他也是十分眷顾 因病情发现的及时 还成功配到了合适的骨髓 陈兰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但这次的病痛 让侥幸捡了一条命的他 明白了生命的可贵 开始格外努力地学习 成绩名列前茅 这样看来 这小姑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过来 来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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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和陈兰交往 泼辣爽朗的性格果然弥补了向华强沉默寡言 不善交接的劣势 之后二人一起开始奋斗白手起家 多少困难都没打败他们要闯出一片天的心 甚至陈兰生完儿子向左后都没坐月子 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 这哪是媳妇 是女超人呢 有她在身边 向华强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雷厉风行的业务能力 霸气十足的社交圈 让陈兰在拼搏的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财富 地位都随之而来 最终成长为业界的传奇夫妇 而向华强所有的钱 公司都在陈兰手里 有她在向华强不需要钱 甚至连家里的保险柜的密码都不知道 这完全是里里外外的一把手 但是于哥认为女人强势一些没关系 那你就在你的领域强势呗 比如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夫妻俩一起生活 该抠鼻子抠鼻子 该放屁的放屁 而不是要对方一定按照你的要求去生活 这时的陈兰霸道且强势 比如说老公出去谈生意 如果带了一个女伴 让自己的朋友看到了 那么陈兰会马上选择离婚 他说这是自己的底线 于哥就整不明白了 谈工作吃个饭 有个女人就得离婚了 你这思想那是万万不可行的 话说当向华强有一次去夜店蹦迪 刚坐下没多久 还没开始喝酒撩妹 便听到广播在说 来宾向华强先生 请到柜台听电话 这所谓的电话 就是陈兰故意搞的小动作 就是要吓唬吓唬自己的老公 证明自己的耳目有多牛逼 让他明白 无论你孤身在哪里 请不要耍什么小花招 以免被我知道 酿成什么不可挽回的苦果 那只有自己品尝了 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夜店 他就坐下来 广播 就说来宾向华强先生 请到柜台听电话 那你电话就追过去 这部蠢蠢欲动的向华强碰到了在片场拍戏的大美女关志林 此时的关大美女年方二十七 风华正茂 阿娜多姿 一双迷人的电眼 摄人心魂 彼时的向华强 正是成熟男人的黄金年龄 一个潇洒多金 一个千娇百媚 正所谓雌性相惜 四目一对 那爱情的小火苗 蹭蹭地燃了起来 关大美女更是丝毫不顾忌向华强已婚的身份 就这么偷偷地恋伤了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抢 她的眼线马上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陈兰 得知此事的向太太大发雷霆 怒不可遏 这是为啥呢 因为陈兰和关大美女是闺蜜 最好的朋友恋上了自己的老公 换做谁也接受不了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于是她强压火气 约关志林出来玩耍 两人灌完商场又看电影 但是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 突然面带微笑的陈兰 手一扬 一杯咖啡泼到了关志林脸上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一个大耳光落在了关志林的脸上 气氛瞬间凝固 沉默半上 陈兰终于开口了 芝芝 你知道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 那晚上 陈兰小之以情 动之以利 恩威病失 终于让关大美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荒唐 进而悬崖勒马 放下了对向华强的爱恋 更为奇妙的是 他们二人非但没有反目成仇 反而关系越来越亲密 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一档节目中 向左被问到妈妈的好闺蜜是谁 儿子不加思索地说出了关志林的名字 而且陈兰还让儿子认关志林做了干妈 陈兰这步棋下得着实高 保卫家庭的同时 还没打破二人的友谊 一转眼 儿子向左都成了大小伙子了 向左不仅长相和父亲相似 就连性格也都是一样的沉默不自信 但是却一直想被认同 向左虽然对外声称 不依赖父母要靠自己出人头地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还记得当初那一部《风神传奇》吗 李连杰 黄晓明 杨颖等一众巨星 甘当绿叶 为了捧红饰演雷震子的向左 所以这部电影又被称为向左传奇 演技不在线 票房惨到不忍直视 虽然结果令人唏嘘 但却真正的体现了 有一个大老妈妈是怎样的体验 这里虞哥就得说到说到了 向左就是个妈宝男 曾经自曝自己偏爱比自己大的已婚女人 不得不说 强势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那是一生的 2009年3月 媒体爆料 向左和一个18线演员 黄婉佩相恋 这个女人以性感著称 早在2005年 就和一位新加坡富商结婚了 奈何儿子就喜欢这一款 陈兰知道后 毫不留情地向黄婉佩喊话 做人最关键的是要搞清自己的身份 吓得黄婉佩灰溜溜地回到了新加坡 随之和向左分手 后来又恋上了单亲妈妈 王秋子 这次向左可是上了心 送花送包不在话下 还送了几百万的钻戒 但是在陈兰那里 这一关是不可能过去的 陈兰知道后 马上就冻结了儿子的一切银行卡 没有了金钱的支撑 再加上母亲的强烈阻挠 这段感情最后不了了之 对于陈兰 一个见识过娱乐圈各色人等的女强人 终于以自己的眼光 给儿子物色了个媳妇 在一档真人秀里 陈兰一眼就看上了清纯可人的郭碧婷 极力撮合给向左 不娶回家 事不罢休 从恋爱到结婚 速度之快 让一众吃瓜群众看得眼花缭乱 你以为嫁入豪门的公主和王子 就能快乐地生活吗 不要忘记 她们之间还有着一个母后 儿媳换个发型 都得问下她的意见 领个结婚证 也要她定时间 就连在微博发发牢骚 都会被隔空喊话 如今郭碧婷虽以为向家诞下一女 但从此前向太和儿媳的互动看 郭碧婷在婆婆面前 是没有很多话语权的 抱孙女不是她的最终目的 抱孙子才是 还说到郭碧婷答应她会生下三个孩子 不得不说 陈兰的掌控欲真的是特别大 就连儿子生几个孩子 都要她说的算 于哥认为 一个女人可以在事业上强势出击 但是女人再强也是水做的 在丈夫孩子面前应该卸掉女强人的面具 回归妻子母亲的本色 太强势的女人自己会累 也会让身边的人特别累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 你们对霸气十足的像态 有何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鱼哥 关注我 带你们了解不一样的娱乐圈 我们下期再见